新年第一條片原本想和大家分享開心的事 不過近日疫情問題出現了很多變數 今次這條片想和大家分享香港和英國最近對於疫情的措施 希望提供多些資料給各位參考下 1.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簡稱為COVID-19 2019年年尾在武漢市首次被發現 隨後在2020年初迅速擴散 變成一場全球性大瘟疫 這個長達兩年的疫情 病毒至今出現過五次關注性突變 由2020年9月出現九個突變的alpha 演變到13個突變數的delta 再發展到2021年11月26日有32個突變數的Omicron 病毒的突變在科學界的理解並不陌生 因為所有病毒包括流感和冠狀病毒 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異 冠狀病毒的刺突蛋白 即是外層一支支的蛋白質 經過突變後增加 令病毒更容易黏附在鼻腔、肺部或皮膚表面 提高傳播感染的機會 病毒經空氣傳播 透過感染者的飛沫 如果有少於6呎距離的接觸 病毒便有可能由吸氣或觸摸口鼻再增進身體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目前最關注Delta和Omicron兩種變體 因為目前為止這兩種都是屬於高傳染性 對人類危害最高的 第二 Symptoms of COVID-19 不論年紀、性別或體格 人人都有機會中招 有些人中了沒有反應 有些輕微 有些會嚴重 世衛子COVID-19的潛伏期 由兩天到兩星期間病發 變種Omicron潛伏期短 只有3至5天就會出現病徵 在病徵出現前1至2天就已經可以播毒 自己做傳播者真的未必知道 中了只會出現的病徵有 發燒、持續性吸收、味覺或臭覺喪失或異常 而變種Omicron的症狀就與圓形有些分別 個案統計數據中 多了出現流鼻水、頭痛、疲倦和喉嚨痛 為何與感冒病徵那麼相似 而世衛在1月4日的報告說 Omicron對身體的影響 輕微過之前的COVID-19 只是上呼吸度感染 影響到肺部的機率較為輕微 死亡率偏低 不過對於長者、肥胖或長期病患者 這個病毒仍然存在著危險性 所以還是要做好防疫措施 如果覺得不妥 就要盡快做檢測和隔離 因為Omicron傳染率高 再加上年尾年頭多慶祝活動 許多個國家包括美國、歐洲、東南亞等 都在上個月爆升 英國的疫情都是 單日就有近20萬宗感染個案 相比起極嚴格管制的香港 每天只有幾十宗 又沒有必要過分擔心 反觀疫症初期 現在的確診個案、死亡數字 英國和香港都減少了很多 而世界各地都開始改變政策 嘗試與病毒共存 用疫苗接種來抵抗新冠肺炎 逐步放寬社交距離限制 希望令經濟慢慢復甦 不過大陸和香港都仍堅持用清零政策 以最嚴厲的封城鎖區措施 限制出入境 以市民的行動實現零感染 但是有很多學者都表示 跟流感一樣 病毒會長期在社區流行 沒什麼機會達成清零目標 中國國務院解釋 這招動態清零不是躺平 而是用控制疫情 終止社區爆發 有專家質疑他們的政策 是為了讓外界平定疫情 看來控制得好 還是對自己的疫苗沒有信心呢? 英國因應疫情 在去年12月8日 實施Plan B防疫措施 新年祝賀都不忘 鼓勵市民接種 還有加強針之外 措施還有室內必須配戴口罩 辦公室的職員 盡可能work from home 室內聚會盡可能保持空氣流通 在室外就比較安全 以及做檢測 英國在1月5日出了最新的入境措施 只要你打齊兩針 就只需要在出發前 預訂到部後做Lateral Flow Test 不用出發前檢測和隔離 沒有打針的 入境措施就跟之前一樣 要做Day 2和Day 8 Test 還要隔離10天 英國NHS做了個Covid Pass App 被打了針的市民 登記疫苗接種紀錄 現在香港的疫苗都可以登記了 而香港那邊就強硬一點 由最初要人填紙仔 或者安心出行 發展到一定要奪安心出行 現在安心出行2.0改良了 有電子針卡和檢測記錄 最近有國泰基組人員引發望月流群組 Omicron開始出現社區傳播 又開始要加強措施 無晚事堂食 酒吧和健身室要暫停14天 1月8日至21日期間 禁止多個國家的民航客機 著陸香港 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 政府的防疫政策 除了影響大家的日常生活 還影響香港來往英國的航班 BA要3月開始自有航班 而國泰、瑞士都還有非直航航班 維珍最維持到穩定的直航航班 不過預算就要遇到多一點 5. Vaccine Breakthrough Infection 疫情持久戰嚴重影響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很多個國家都鼓勵市民打疫苗 以減輕病毒對生活上的影響 希望發快去回復正常運作 英國有9成人打了第一針 超過8成人打了第二針 香港就有7成人打了兩針 其實接種率都不低 但是為了鼓勵香港就有一套獨特的鼓勵方式 2月24日起擴大疫苗氣泡 打了針才可以入食肆和指定的場所、學校等等 有些人表示支持 亦都有朋友聽了都幾反感 再者 由外地回港的人 一定要完成接種疫苗才可以入境 打了針都仍然是要去檢疫酒店隔離21天 連外界都評論香港採取了 世界上最嚴格的壓制措施 和外界隔絕 不過都是阻止不到Omicron在社區爆發 世界上大廠的疫苗都推出了超過一年 打了針的人數來計 有研究報告指出 復必泰對抗COVID效用最高 有95% 打針之後的反應都有很多種 普遍來說第二針的反應比較強 常見的副作用包括有 吉針位置脹痛、疲倦、頭痛、肌肉痛、怕動、發燒、護心等等 有肥胖、三高或長期病患的朋友 打針前要先問清楚醫生 評估一下風險先 疫苗雖然不可以100%對抗病毒 但至少都阻止八成以上的機率 就算中了都不會引致重症或死亡 打了疫苗不代表你不會成為傳播者 但起碼高接種率會減輕醫療負擔 不會過分影響健康和日常生活 平時醫生都會建議你每年要打流感針 流感和COVID都一樣會變種 疫苗要不斷改良 所以是有需要再打針來保持防疫效用 我相信到目前為止 除了我未打針之外 都仍然仍是有些朋友在十五十六 部分原因是對政策的不信任 不想受人擺佈 另一方面又擔心藥物的副作用 依我的個人見解 副作用雖然有 但都是打針時會有點不舒服 總好過中了招之後要對抗病毒受苦 市民有誰想病的 先不說政治因素 健康自由的生活人人都想 如果認為自己有信心可以捱過這個疫情 我都會尊重大家的決定 不過在香港可以選擇的機會越來越少了 希望這條片可以讓大家拿到頭緒 重新思考一下 在這個與新病毒共存的新時代 應該要用什麼態度去面對 不經不覺我們戴了口罩兩年了 這個疫情搞到有很多人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公司面臨財赤倒閉 有些人還沒了工作 這個世紀大災難 總會慢慢恢復正常 看時機成熟了嗎 如果大家對這個話題有任何意見想發表 或任何問題都歡迎大家留言一起討論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條片 請記得繼續支持 訂閱 讚好 分享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igaнут 準 por Suk